幣加火,我是幣加火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Phantom 這隻幣 我覺得很有迫切性,所以要拍一段短片跟大家介紹 首先,大家可以去 CoinGecko.com 了解 Crypto 的走勢 這是大家常用的網站,大家好好記下它 在 Smart Contract Platform 裡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Solana, Avalanche 等等 我今天講的是 Phantom 大家看到這個版面就是 Phantom Ecosystem 裡面有的 Coins 和 Crypto 已經很成熟 它有這麼多隻,還有更多的,不過這裡顯示不浪費 大家可以慢慢測試一下,不浪費時間了 但我最好看的就是 Phantom, Spooky Swap, Spirit Swap, Grim 和 Pain Swap 大家可以當 Spooky Swap 就是 Phantom 裡面的 Pancake Swap 因為 Binance 裡面最厲害的是 Pancake 我覺得 Phantom 裡面最厲害的是 Spooky Swap 下次有機會再拍一段短片跟大家介紹 Spooky Swap 首先,為什麼我認為 Phantom 很棒,要跟大家介紹 Spooky Swap 就是因為這個重點,它是很便宜,而且很快 這裡有提到 到 8 月的時候,有一個 Summary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很後悔沒有買到的一隻幣,就是 Solana 它其實的 Block Time 是 0.4 秒 例如 Avalanche 是 1 至 5 秒 而 Phantom 其實是 1 至 2 秒 即是它跟 Solana 差不多 在 Transition 3 裡面,它們都是接近 0.000 多 即是可以接近是不花錢的 但當然你做了 100 多 200 個都要 cost 大概 0.000 多 所以這一篇,大家都可以知道 它們全部都是 Layer 1 解決 除了 Polkadot 和 Ethereum 2.0 它們是用 Sharding 這類的東西 第二次,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 Layer 1 和 Sharding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在 8 月的時候 Phantom 的 Unique Address 其實只有 28 萬個 它每天的 Transaction 只有 25 萬 都是偏小的 因為沒有人認識它 你拜託的時候認識什麼 你拜託的時候只認識 Bitcoin Bitcoin Ethereum 很厲害 Ethereum 很厲害 完全不認識 Phantom 但你今天認識了 因為我告訴你 而 1 月 12 日的情況是怎樣 即是兩天前 其實已經去到 1.1m 110 萬個 Unique Address 以及每天的交易量是 75 萬 即是代表已經升了 3 倍 即是短短 3 個月內升了 3 倍 如果 2022 年 6 月的時候 再更多無數的人 是懂得什麼叫 Crypto 懂得玩 Crypto 的時候 這些錢流來流去的時候 我自己個人期望 Phantom 會有大概 6-7 Mille 的 Unique Address 每天的交易量已經達到 6-7 萬 我儘管在 2022 年 6 月的時候 再拍影片去驗證一下 好 好 那去到 這個 Incentive Program 其實Phantom 其實會 做一個Incentive Program 就是370 Mille Fantom 會提供不同的建築者 等等 因為它刺激更多人 去用Phantom Network 去做更厲害的遊戲 更厲害的項目 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好了 也要說一下 Phantom的Ecosystem 其實Phantom 它已經是十分成熟的一個體系 它已經發展到 其實 裡面 它已經有很多的 Wallet 支援它 裡面有很多的 NFT 一些 Project 以及有超大的 DeFi 新帶圈 包括Cream SushiSwap 剛才提到的 Spooky 等等 大家可以自己再分享一下 Fantom最厲害的就是 它支援 GameFi 因為 GameFi 會是 未來一至兩年最大的版塊 在 Crypto 世界 因為大家 大家都不會想上班 我和你都很討厭 我們想做的就是 天天在玩 即是 Play to Earn 這個版塊會很厲害 而 在Phantom這個世界 Phantom的Ecosystem 它是 很便宜 加率很快 即是代表 玩GameFi 玩得很順 而且很便宜 即是普羅大眾 都可以接觸到GameFi 就不像 Ethereum 每個交易都要1000-2000元港幣 那麼 窮窮的 怎會玩得起呢? 而我有一篇很有用的 Tweet 會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 叫Alex 這位朋友 他整個篇幅 會教大家 什麼是Phantom 以及為什麼他覺得 那麼有潛力 以及教大家 一步一步 由一些 Centralized Exchange 購買Phantom 然後射幣 射到自己的Metamask 等等 然後就在Phantom的Ecosystem 裡面玩了 這篇幅我會在連結 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 看看如何射幅 由Phantom 由Binance 射到Phantom Network 這個就是Phantom的一幅圖 其實它正在整固 正在整固 一抽過賣光 我都覺得他很聰明 這個人 最後 最後 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這麼 Bullish Phantom 其實因為Solana 這東西 跟它差不多 公用 亦都在Project上 差不多 可能多些 但是 Market Cap上 Solana 比Phantom 接近10倍 即是說 如果Phantom Ecosystem 裡面的人 更努力 以及市場更努力 其實 Phantom 是有5-10倍的 上升空間 大概十多元 至二十百元 不過 我說的所有 都不是投資建議 而不是投資建議 大家做好自己的功課 做好自己的研究 最後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Phantom 就是因為Phantom 上有一個厲害的人 就是Andre Cronier 他是一個DeFi世界的神人 他是創立了 EARN Finance 即是 他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Andre Cronier 他很帥 不過現在已經是一個大肥佬 那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 因為 他除了 是Phantom的Architect 他還做了一個 叫做 Arteon的NFT Marketplace 是想和OpenSea抗衡 或者叫做分一杯筋 在NFT世界 那這篇文章 大家都可以自己再參與一下 最後最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Phantom的Price走勢 其實由去年的12月尾 其實都是0.0幾元 然後3月爆了一陣 0.6元 然後去到5月最高峰 是去到0.9元 然後就很不幸 是美國的Elon Musk 他就說不再收Bitcoin 他就是Tesla 然後 整個Crypto世界就收了皮 收了皮 之後 再過了幾天 中國再踢一腳 那中國就 Band Bitcoin 那就不好意思 那 這個市場就再收皮 收得更厲害 0.3元 0.2元 玩一下玩一下 就去到Andre Cronje 就出手 他再製造了一款遊戲 在Phantom的Network 製造了一個叫Rarity 的遊戲 令到Phantom的Chain 一夜就很多人用了 就是剛才說的8月 就爆了上去 最高就去到過4 最近就3.3元 3.3元 就對Phantom 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從而 如果再有興趣 就可以參考 剛才的Shirr 給大家的Tweet 去到知道自己 如何去參與 Phantom 這個Ecosystem 以及如何玩 Phantom 其他幣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 那 Thank you 拜拜